Airbnb虽然从08年就有了 但是它随着时代、科技、疫情不断的在发生改变 现在有了一些新的趋势 那这些新趋势会把所有人都拉到同一个起跑线上 就算做了几年的Airbnb 如果没有跟上这些新的趋势 也会错过很多的机会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做Airbnb 说不定今天的视频对你寻找方向有所启发 贝塔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 我是Jason 在看了很多的报告、数据、采访 在结合我自己的切身体会 我来分享一下我总结出来的三个2022年 Airbnb短租房的趋势 以及我们个人投资者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样的趋势 第一个要说的趋势 就是居住和旅游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像living而不只是visiting 越来越多的人住Airbnb的时间变长了 Airbnb对自己的用户做了一个调研 他们发现45%的预定是7天以上的 在2019年这个数字才38% 而且周末出游的天数也越来越长 本来周末出去玩可能就是玩三天住两天晚上 因为礼拜一还要上班嘛 那现在就可以玩五天住四晚 这样安排的人增长了30% 因为工作越来越灵活了 很多人远程办公也不在乎多住那么几天 越来越多的人在边玩边工作 大家对网速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厨房的要求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人想带着宠物一起去玩 从搜索量来看 搜索允许带宠物的房子这个搜索量增加了55% Airbnb的CEO在采访中说 他现在的生活就是边住着各种各样 各个地方的Airbnb 然后边工作 总之呢 种种的数据都表明 大家去住Airbnb不仅仅是旅游 更加是当做自己的第二个家 第三个家 第四个家 那对应这样的趋势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那我觉得啊 就是要重视中长期的预定 7天以上甚至一个月以上的要重视 再有就是 如果你的房子是适合住的时间长一点的 可以大力突出你这个地方 有多适合远程办公 多适合做饭 多适合小孩或者是宠物 突出网速快 高级点还可以配个键盘显示器等等 今天的视频还是有点长的 如果赶时间的话呢 不妨先点赞收藏 留着以后慢慢看 好 我们来说第二个趋势 第二个趋势呢 就是竞争会更加的激烈 那我倒是没有太担心 像你像我这样的个人投资者 那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短租房回报高呢 自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 但是啊 我最大的担心啊 是那些大的机构进入 就像他们当年开始疯狂的买独栋别墅一样 那现在呢 已经有一些小的私募基金啊 专门做短租房 那我猜测 就算不是今年 可能是近几年呢 就会有大的机构 会和开发商合作 甚至会有酒店的品牌进入 那我猜测啊 他们可能会在热门的景点附近啊 批量的一片一片的造那种专门做Airbnb的住宅 然后自己统一管理 那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出现呢 是因为我觉得啊 这个机构要进入这个领域啊 首先不仅要确认这个市场的利润要高 而且还要确认有科技的手段 可以大规模的管理这些短租房 那机构为什么投酒店 那因为酒店比较容易规模化 管理呢也很成熟 你买一栋酒店里面有上千个单元 但你如果要一口气买上千个别墅 这管理起来的难度就不是一个量级了 当然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商 就比如说数据公司啊 定价软件啊 远程管理的系统啊 不断的出现 质量越来越高 那离大机构进入这个领域呢 我觉得就会越来越近了 那这个趋势对个人投资者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就从我个人来讲 我就会逃走躲起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会尽量避免 可能出现大量同志竞争的地方 那就比如说房型上面 我会尽量避免condo 避免townhouse 避免那些大型的开发的别墅小区 反正如果周围有大量 和你长得差不多的房子 而且他们有潜在可能变成Airbnb的可能性呢 我就会躲得远远的 那我们这里做一个假设啊 就比如说这个奥兰多迪斯尼附近 那是一个很热门的地方 那里有几个专门做短租的别墅社区 好多人做短租赚了很多的钱在那里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 大机构和开发商合作 建立这些大型的别墅社区 然后呢他们统一管理 那统一管理之后他们费用就更加低 收费也可以更加低 建的呢还可以更加豪华 那现在已经在做短租的这些房子呢 本来就跟他们长得差不太多 那他们降价 你也得跟着降价 利润呢就会越来越薄了 当然这是我虚构出来的一个情况 我是非常眼红 我们早早的就在那里做短租的大佬 那我会去哪里呢 如果不去那些地方 那我就会躲到山上河边 大机构很难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房子呀地貌呀各有特色 你很难批量的建 也很难规模化 那我这么说也是带自己偏见 因为我自己买的就是这样的地方 第三个要聊的趋势呢 就是2022年大城市的短租房 会恢复许多 如果我把短租房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呢叫Drive to Destination 就是在大城市周围开车去玩的地方 就比如说Smoky Mountain啊 Joshua Tree啊 那第二类呢叫Fly to Destination 就你要飞过去玩的 比如说夏威夷啊 奥兰多迪斯尼也算 那第三类呢就是大城市 纽约三番洛杉矶这种 那在过去的两年里面 最可怜的就是大城市的短租房 你想饭店呀博物馆呀 这些景点呀 在疫情期间都不太方便去 那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慢慢再恢复 随着我们慢慢走出疫情呢 相信2022年会恢复的更好 但是呢 这也意味着 之前表现非常非常出色的Drive to Destination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那不能说需求会跌吧 但起码说不会像过去两年一样那么疯狂 那我个人还是非常看好Drive to Destination 那我觉得之后几年 就算有经济衰退 Drive to Destination应该也是受影响最少的 就比如说我民宿所在的地方 Chanador国家公园和其他国家公园一样 比如说比较火的Smoky Mountain这都是一样的 在经济衰退期间 你访问的数量并没有减少 毕竟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你飞出去玩就会觉得比较贵一点 那节约一点钱 大家就开车出去玩了 好了 这就是我要分享的三个趋势 如果觉得对你有启发呢 记得点个赞收藏起来 明年回头看看是不是说的对 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还有记得关注备台投资 我有个播放列表都是短租相关的视频 包括了我民宿的收入支出的所有的数据公开 以及我的经验教训技巧总结新的等等等等 贝大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 我是Jason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